好了 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球運節 都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用錄影的節目見面 對上幾次可能大部份都是做Live 效果都不錯 至少節省後製時間 所以都在想 接下來會不會繼續做Live 都闊別了一個幾星期 因為這個星期工作比較忙 但因為剛剛昨天阿仙奴就踢了一場 可以說是我覺得這一屆最重要的比賽 但過程或結果都頗一面倒地 亦都令很多阿仙奴球迷大跌眼鏡 那麼開心的情況下 所以今天就特地抽了一些時間 出來錄一集 短短的一些很詳細的戰術分析 可以跟大家回顧這場比賽 還有之後有關於種族歧視上 甚至是牽涉到政治上的爭議 還有一些香港的阿仙奴球迷 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你看看我們今天 或者是昨晚的對手 和某拉格斯拉維亞 有一支什麼背景的球隊呢 開始之前再次呼籲 大家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另外Facebook讚好球人志的專頁 另外MiV也有這個群組 那你去搜尋這個GowUpBowLive就有了 即場都會跟大家講波經 還有每日的一些投注上面的即場心水貼士 那講起這個每日的即場心水貼士 在這裏也提供一下 我就會開一個新的Section 或者新的Segment 就可能專門專門在一些刀仔鋸大樹 或者是一些每日的投資的推介 那這個呢 可以回到我新開的第二個Segment 那裏呢 再說回這場球 正選陣容方面 阿仙奴排出一個很符合預期的陣容 因為賽前有奧特加特和奧巴美洋 都證實了不能夠趕及復出 奧巴美洋甚至是因為 這位呢 是原來之前 前一陣子 國際賽企 回到非洲的時候 原來惹了這個Malaria 這個中文叫做藥疾 令到他 原來在醫院整個星期 都很搞笑 因為他在國際賽企之後 其實他曾經上過場 甚至上星期後備入替 其實我們 叫做主場的入球 就是奧巴美洋後備入替 和比比一兩個 互相配合 製造一個入球 在這裏抓他快點康復 另外 奧特加特繼續欣賞決診 不過很好的消息就是 駱惠這場球 復出 很簡單 基本上駱惠和奧特加特 都是打一個攻中 如果你沒有奧特加特 就用駱惠 沒有駱惠的時候 就用奧特加特 我之前都說過 兩個都是容易受傷的男人 所以當時 有人說奧特加特和駱惠 會不會影響發展的機會 現在事實證明 他們的時間也很適合 一個傷 一個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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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 互補一下 那個不足 然後 回到上場 拿到一個很關鍵的入球 比比 以及薩卡仔 都能夠趕級復出 前面就是 最近也是相當成功的 拉卡錫迪 中場方面 就是施巴約斯 搭著帕迪 看到施巴約斯 在中場正選主因 因為左閘的泰亞尼 已經證實了修裂 所以沿用上場 對石飛聯的試練 用沙加 打一個好像左閘的位置 但其實你看到 比賽很多時候 他都會 內切一點 比較少 做一個 的角色 搭著 瑪利和 賀定 就是一對中堅 張伯斯 近這 五 六場 其實都頗受到 亞迪達的重用 看來他在訓練場上的表現 真的很刺激 令到亞迪達 繼續用他 去打一個 正選 你說到這一場 比賽 一開始 我都會有 有一點點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 我想頭10分鐘左右 其實我們製造到的威脅 就不算太多 反而 就經常 你看到布拉格斯拉維亞 都是圍著我們的 半場 來猜球 球員一開始 10分鐘 那個速率 我會覺得 斯拉維亞甚至是 快一點點 即入局 方面 好一點點 一到都擔心 說死了 這樣的表現 踢下去 不要爭取入球 隨時機會會失敗 因為這場 阿仙奴 塞著著客人 入球 1比1 手循環的情況下 這次回合 他一定要入球 才有機會進級 原本以為 斯拉維亞會不會 拍大巴 但又不是 斯拉維亞 相比起 首回合 我覺得這場 斯拉維亞 已經進取了 但這個進取 是不是 那麼必須呢 我覺得 反而 斯拉維亞有點失策 明知道 阿仙奴 反而 如果要跟你打 陣地戰 老鼠拉龜 的情況 反而 更加有可能發生 但是 如果你 啊 局到上來攻擊的時候 反而 如果等阿仙奴 慢慢 掌握到你進攻的節奏 又瓦解到你 之後呢 反而就可以把握 尤其是我們今場 前場的 那些年輕人 薩卡 路維仔 速度是快的時候 可以呢 轉移速度夠快 就可以打到一些 有威脅的反擊 但比如你看到 4分 4分半鐘左右 其實斯拉維亞都已經 有一球 做到禁區頂外 一個遠射 是有威脅的賣門 但是僅止於此 之後 斯拉維亞 那10分鐘 控制Possession 但製造到威脅不大 阿仙奴的防守也真的 慢慢適應了 那之後阿仙奴就來了 那阿仙奴 12分鐘 這個不是入球 但是已經可以看到 阿仙奴的整個 或者阿迪達的部署 端藝 既然你是 穿上來的時候 那我就 就是 順勢而行 就跟你玩反擊 那你就看到這一球 比比 接應 斜巴藥師的一個 直線 可惜這球對手 回到包圍 是快的 所以就 截掉了 武功而還 但是不要緊 一波的攻勢 在分多鐘之後 再出現 薩卡仔在右路 賺食 薩卡仔 今屆證明了 他在右手邊的威脅 分分鐘 比在左手邊更大 而 尼古拉比比 也好像證明了自己 原來我打左手邊 簡簡單單單 不用想太多 又好像 比 打右手邊更好 真是搞笑 兩個本身 應該是一左一右 現在就反過來 反過來 反過來就找到自己 一片天空 我相信 過於阿仙奴球 都很樂意 看到這兩位球員 繼續打回 好像這場的位置 薩卡仔 這裡有一個反擊的 轉移機會 你看到當時 阿仙奴前場 有五個球員 最後面 對方 也只有六個球員 是一個五打六的局面 所以 是一個 都算是 比較人小打人小的 攻勢 薩卡仔很漂亮 拐一兩拐一射 中微 撿雞 是史蜜骯露 但是 正當 瘋狂輕鬆之際 即是在 MIV Group 其中阿仙奴也好 在自己的群組裡 可以 打第一下J 誰知道 球證 看了VAL也看了很久 但是 看的時候 又沒有畫面出來 當時 還在想 黑箱作業 莫非 結果 真的吹走了 入球 但我沒有記錯 去到 二十多三十分鐘 其實有 展示 畫面出來 給大家看 史蜜骯露 的確是 踏前了一點 至少 死得 明明白白 也不是 英超 那些 不知道 什麼樣子 畫線 的 握 所以 是 因為 這球 被人吹走了 幾分鐘 的時間 又是 右邊的攻勢 張帕斯 這次 張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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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 最正路 應該是 他 選擇 冒險 毒辣 的傳送 給 拉卡錫迪 拉卡錫迪 背向對方的守衛 這個時候 也要賺一賺 拉卡錫迪 我經常都 挺欣賞 這個球員 以往 在利昂 也好 大家認識他 他不是一個 精靈 跟隊友做配合 或者做這些 很厲害的球員 基奧特以前也很厲害 但拉卡錫迪 在利昂的時候 他是一個純射手 九號仔的角色 但是這一球 福智森林 看到史密夫露 在旁邊 立即一個 好像後競一樣 彈給史密夫露 史密夫露 史密夫露 這下第一下是射的 但散中人 之後 引到三個球員 要讚一讚 史密夫露 在三個人 包夾著的情況下 相當冷靜 扣了兩球 帶回 橫中間的位置 然後 成功 拉開了一個空檔 亦都看到 因為當所有布拉格斯 都集中在中路的防守的時候 漏了左手 兇 的比比 這個斜線 側上去 力水也好 角度也好 相當英俊 比比 我不知道第一下沒有射 會不會有很多人會罵他 因為是一個大好機會 比比 大家留意一下他的 雜性 或者是 你看看比比比 他這球 多數都會貼兩次 啊 紅啊紅 他很喜歡這些位置 尤其是有一個球員 在後面 他很喜歡 先浪一下 他一定不會馬上射 你很少看到比比 接應傳送 他第一時間射門 他十次有九次 都一定會先推一步 好 希望呢 用他 得住 位 如果對手推 他就會跌 比比比 其實都拿過不少十二萬 所以 比比在禁區裡面的雜性 其實都很容易觸摸 他繼續擔住 但比比比 這個新位 其實就不算太好 所以有時候都會擔心 他擔擔下個位 如果對方不犯你規的時候 你又好像失平衡 想跌又影響射門的 機會 或者射門的準成度 到時候就不進了 很多球的情況都是這樣的 但這次幸運 比比呢 就能夠做得到 那兩次都帶了人 去小禁區 他最乖巧的是 他就帶橫了 看見龍門出來 帶橫了一下 再射 但其實呢 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 比比固然的技術 是不錯 但我都會覺得 對方的門將 這位好像獅子 戴著頭盔的門將 是有一定的責任 因為 比比帶了兩三下 但是 你看到門將 我這個Capsule 你又看到 比比多帶進來這個位 這個門將依然 還是不出來 他依然很猶豫 他好像踏前了一兩步 那麼大把 就不是往時 你看到正常的英超門將 如果這個敵基 或者是軒達神 應該就會 大鵬展翅 立即撲出來 封閘你的射門角度 以及令你要立即射 沒得想 沒得比你大 那我換回一個角度 看看 這裡 去到這個位 門將和比比的距離 是很大的 所以我會覺得 這一球的入度 都要一部分程度 歸功於對方的門將 其實這個決定是真的很慢 那不要管 最重要是可以入球 一不來二 想不到在兩分鐘之內 又有第二個入球出現 當時又是右路的一個攻勢 自從我們雙元 泰亞離左路之後 現在右路就開始生勝 我告訴你 用了張白絲 搭著薩卡仔 我發現原來那個配合 做得不錯 對韋斯走 大家記得很多球都在右手邊 攻進去 這球是史密夫露 史密夫露這球 我猜他原本是想 按進去中間 按進去頂 比比比 空了 想做多比比一下 但是對手的力壓之下 那球好像好像 勢力了一點 變了不要緊 因為我們還有 旁邊插上來的 還有另一位球員 薩卡仔 那這個 對方的落腳 有少少的魯莽 但是很明顯 萬機都能看到 是中 人不中球 所以12碼應該是相當合理的 結果 拉卡錫迪就 謝謝你了 拉卡錫迪寫12碼 都很穩陣 如果有奧巴美揚的時候 就有奧巴美揚 其實奧巴美揚也好 拉卡錫迪也好 反而阿仙奴呢 我想 我沒有一個正式的統計數據 但我想 可能近10次 42碼 起碼都進了 8至9球 即是那個 12碼的命中率 阿仙奴都挺高的 前場這兩位 就是拉卡錫迪和奧巴美揚 所以都不太擔心 其實 入到第二球 就最為關鍵了 因為如果你入一球 那對方入回你一球 都是 跟你打加事而已 對於布拉格斯 拉維亞來說 都是入一球搞定 但是你一進步第二球 就不同了 有兩個作下入球在手 即是說 一來這場球 不可能加時 二來就是 對方一定要贏到你 才可以進入球 即是說對方要入到你三球 那對於布拉格斯拉維亞來說 就相當之是一個困境 誰知道二不離三 在三分鐘後左右 又是 右邊的一個很快的轉移 你又是看到 布拉格斯拉維亞 在前場塞了一個球 然後阿仙奴打一個反擊 那個速度是完全跟不上阿仙奴 計算剛才二比零 入球 又是你見到四個對五個 勉強的 三比零 阿仙奴又六個球員衝過來 那麼 布拉格斯拉維亞 雖然你見到 這個排面 數上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球員 但是七個球員 都未是很按照 而且都是跑 很吃力的回防 但是薩卡仔已經在爆 那麼 還有 剛才 一比零 那一下 炸壺 第一下炸壺 都已經警告過你薩卡仔 這場的遠射好像都很準 都起到Q 而且 都是射近處 那麼 這一球可以說是 照版轉換 那麼 殺到進來 近距頂的位置 都不是賣得很緊要 或者是斯拉維亞的球員 那 薩卡說 你少看我 就有了 多了你一球 那麼 這些內斥回來 就是右翼 打 雖然是左腳 打右翼的好處 就可以切回來 以往 諾賓得鬼蹟 都看不少 那麼 諾賓就射遠處 薩卡仔射近處 因為這些球 如果薩卡仔調轉 在左腦 他又做不到 對 他不可以拐回來 用右腳射 所以這一球 很漂亮 然後射近處 那麼 對面的門將 是有點問題的 又是這球球 這球球 這球球 是連落地都沒有 直接 門將是看著 那球球 在他身邊掠過 然後就進了 這樣 所以 三個球 其實兩球 門將 其實都有點失誤 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好 我不敢說 現在正常的門將 這球球一定不會進 但是 我覺得 在這兩個球 門將上面的 可以處理 可以處理得更好 那 之後 進了三球 之後 其實就 很平淡 因為阿仙奴 既然有三球 在手 你要進到四球 都基本上不可能 其實阿仙奴 都觸碰心水 讓那個Possession 給你 你就慢慢控 我主要都是在後場 集你一些球 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你看回 全場的統計 你會看到 射門次數 不是真的差很遠 阿仙奴 有七腳 斯拉維亞也有七腳 那 Possession 是六四之比 斯拉維亞有六成的控球率 甚至 全球的成功率 斯拉維亞更高 有八成七 阿仙奴 只有八成二 但是 你看到 有八成七 比斯拉維亞的 兩倍 你也看到 反擊的味道 因為你打陣地戰 你很少會有 Dribble 但你打反擊的時候 有些速度快的球員 可能會一對一對 推過你 所以 之後的形勢 其實都 尚算是 平淡 斯拉維亞 縱然控制球 但是 是否可以製造到 威脅的敗門 又不是 這場球 整場球都好像 沒什麼球 是需要他撲的 斯拉維亞的攻門 其實都不算太中籠 我想 唯一是上半場 臨翻更衣心 還有下半場 一出來的那段 叫做 斯拉維亞攻得比較好 我想這個戰術 在阿迪達來說 都比較聰明 比較節省體力 而且 不需要斷斷上 也減少一些 無謂 球員 硬闖 受傷 的機會 而且 近來的賽程都很頻密 如果你 穩打穩紮 手 所付出的 體力 也不需要 取得這麼行 所以是OK的 我接受到 3比0之後 形勢比較悶 自己比較被動 反擊方面 其實又反過來 站穩了一陣腳 斯拉維亞 是脫了那23分鐘 可以說是脫了頭23分鐘 之後 你又說 阿仙奴是否真的很多機會 可以變成4比0 又不是的 但是直至去到 下半場 中後段 70多分鐘 有一個缺口把握到 就是 串演打這個 左閘的沙加 又有貢獻 這個球 其實是源自於他的 起動 他有一個很漂亮的 左腳 叫做 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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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柄彈上去 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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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了 但彈上去 這次 並不是太好 因為 彈上去 空的 彈上去 要些少修正 也要賺一賺拉卡錫迪 第二下修正也挺漂亮的 有兩個球員進去 他都不慌不亡地吸一吸 好像是should cancel 然後又是射回近處的位置 4比0 拉卡錫迪成功梅開爾 這個球可以說是錦上添花 看見比比打左腿 反而出球 射門 或其他事情 比比打左腿 比比打左腿 右腿太複雜了 很多花拳手腿 但又不是實質的效果 比比比不如由現在到季尾 出來打左腿 當然也要考慮奧巴美羊 出場後又會怎樣擺放呢 還有韋利安 是不是又要再次失重呢 因為近幾次韋利安 出來的表現也是欠奉的 是做了兩個月 曾經有兩三場球 打得好 但轉過頭 又是一些非常平庸 到不能再平庸的表現 本身也有機會賽入多顆 因為這個時候也有些調動 第一個調動的很正路 首先換出史密夫路維 因為剛剛復出 也不想他取得那麼盡 因為還有週末聯賽 對著富咸的比賽 雖然捉獲盃 但我們也有聯賽賽事 另外就是 四強 也要開始想想 史密夫路維也要打球 也不太拚了 所以換上艾蘭尼 還有防守力比較好 也很正路 然後再換入蘇瓦女斯 換入尼基迪 馬天利尼 取代入球的比比和尼基迪亞 也有相當正路的決定 馬天利尼85分鐘 也有一個相當近磅的入球機會 在左路這下看到他的速度 對方應該能打球到七七八八 雖然半場 布拉格斯拉維亞 一口氣換了三個 或四個球員 但也輸到4比0 比賽還未斷 原來意志上 相對上來說比較薄弱 那馬天利尼就 嘩 這球進遣的速度 還有盆扭技術 一下就大大瘋狂 帶到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半單刀的機會 這球其實是易吃的 但是馬天利尼就 包得不夠深 即是包得不夠實 那球就斜出 射遠處都正路 當然啦 可以說更好的選擇 如果 迪迪迪迪迪亞 會不會更容易 有個機會是5比0 但是 你看看馬天利尼的 比較激烈性格 那個性格 都猜到他這球 會自己來自己射 難得這麼漂亮 推了幾十碼 看得出他也有一個相當的紅心 還有想 如果要指向迪迪能 會不會經過重 São巴巴 會不會再給他 fruition 因為之前 有一度 拍得很久 一直在賽藍板椅 下不太行 到了最近3,14場 打壓奧巴米洋 雙病 把握委里安 他的表現 不濟 又有一個個比的上場的機會 以前 上場比賽還要進了еся 今屆的第一球 所以希望 保持持續 然後 誠是這位年輕人 又出場 絕取了10多分鐘 距離 超過血 的表現 應該是 Data 翻使用 原來阿仙奴已經是連續四場球進入了至少三個球 不說我都忘了這個數據 原來是1932年以來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 原來打破了這個差不多九十年的歷史 我們近來似乎那個作客的表現和功力真的比主場好 這場是進入四顆 再之前剛剛那場就是作客是飛亂的3比0 再數到之前就是作客韋詩咸又是進入三個球 由輸3比0變成追上來3比3 我們看到原來我們作客會不會是因為反而傾向打一個transition 只要這個transition夠快打一個穩守突擊所創造出來的空間 更加適合阿迪達的河青或者更加適合前場球員的戰術配合 這個值得大家留意 另外就是拉卡錫迪 這場是梅開爾道 原來自從2017年5月在里昂之後 原來拉卡錫迪未試過連續兩場球 是可以至少進入兩球以上的 也恭喜他 這陣子就重拾射門鞋 另外阿仙奴終於第10次進入歐洲賽的4強 還有原來對上4次歐洲賽的比賽 原來有3年我們都能入到至少4強 除了上屆我們輸了給奧倫比亞高斯 但是在前屆阿曼尼大令之下 就僅僅輸給車路士 再上屆還是雲爺爺的年代 當時我沒有記錯好像4強輸給馬體會 所以都能入到4強 這次再次進入4強 這次進入4強的意義 我相信就更加大 因為進入4強 我們都回到其他比賽的戰果 維拉利爾就叫做2比1 贏了薩格拉布 其實薩格拉布下半場在落後兩球的情況下 禁著維拉利爾來攻 內河只有一個入球 要多入兩球才可以反擊 最後維拉利爾也叫做輕鬆 兩回合計3比1 進入4強 阿仙奴4強的對手就是維拉利爾 另外那邊線 曼聯也有2回合清脆2比0 贏了薩格拉納達 所以總回合4比0 也是另外一支4強分子 另外就是 這個我會覺得比較意外 因為如果我8強16強的時候有貼 我會覺得大業滿 其實會有亞迪士 因為看到他們 整群年輕人前場的表現 再搭著泰迪 這些有經驗的球員 其實那個足球是相當之華麗 很漂亮的 進攻速度很快 還有真的挺有威脅的 加雲巴治等等的中場 卡拉遜 卡拉遜 就是這些一腦一亂的組合 亞迪士今年在陣容配置方面 我覺得是相當之不錯的 但是 亞迪士作客 這場比亞迪士領先完一球 後來自己有一個失誤 天巴就自己突然PK了 變成了華迪士高追回1比1 但是亞迪士呢 只要這麼多一顆 就可以逼到加雲巴 羅馬追回1比1之後 亞迪士的氣沒有了 因為亞迪士上半場一到七成多的控球率 還有幾下都很有威脅的攻門 對於亞迪士來說 真的有點不幸 和了羅馬 兩回合計 3比2不敵對方 所以另外一邊四強的match up 就會是萬聯對著羅馬 但是當然關注就是我們這邊 因為 事關於艾瑪利 這位歐霸杯專家 帶領西維爾拿了幾次歐霸杯 也帶領阿仙雷入了決賽 最後輸給車老師 當然 之後就在上屆 季初成績不好 對著法蘭克福的歐霸杯 輸完之後 反勝為敗 那場球 主場 好像領先兩球 被對方連入三個 好像是連田大地 當時也有球員說 這位今年 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 法蘭克福 應該有得 入到頭四 明年是踢歐聯 連田大地 也是相當關鍵的球員 卡瑪達 但是 這邊艾瑪利 那次輸給法蘭克福之後 就被阿仙雷高層炒了 結果今年他也找到新功 去到維拉利爾 在聯賽的表現 就不覺不失 季初曾經一度 和王蘇一起叮叮碼頭 但是 他們兩隊的軌跡都很相似 一起跌 而維拉利爾和王蘇 我沒有記錯 好像跌回到第七第八的位置 維拉利爾的死因 就是入球能力 是有點不足 前場很依賴謝拉特摩蘭奴 甚至是老將巴卡入球 但除此之外 他們進攻板斧 其實不算太多 一度上半季 有外借加盟的九寶健英 原本是寄予厚望的 但獲得上陣的機會 就不算太多 結果 人家下半季就改借了 第二隊西甲中下游球隊 沒有記錯 好像是 但是 但是 艾瑪利 聯賽的表現 就一般 和球太多 好像有一半 的長數 不知13 還是14 那 防守方面 就做得OK 也有 以往 踢過愛華頓 的救將 富里斯摩利 也有阿仙奴的救將 高基連 在防中的位置上 所以 也有些 熟悉的面孔 那 但是 即是艾瑪利 杯賽就是專家 尤其是歐巴杯 所以 今年也一直 帶維拉利爾 入到來四強 上演 這個要 愛美麗 復仇的戲碼 尤其是 當年 臨尾 好像跟球員 都 的關係 不太好 甚至是 私底下被球員取笑 他的英文 也有很多傳媒 記者取笑 他 他叫伊奔明 這樣 相比起 亞特大英文 就好很多 當然 來了英倫三島這麼多年 由當年 隔樓 去到愛華頓 再來到 在曼城 和阿仙奴的日子 兩位西班牙 教練的對碰 都將會相當有趣 詳細的賽前 預測不說太多 留回 真的到賽前那一天 才再出一個節目 但是 好看的 因為 你會看到 阿仙奴方面 有很多 在西甲找過吃的中場 奧迪加特就是羅威人 帶黃馬愛姐過來 射巴藥師 也是 另外 湯馬士 也是今年在馬體會 來到 講一講 這場 我想 講到爭議前 再點評一下 一些過別球員的表現 你會看到 整條後防線 普遍都 踢得不錯 挺穩健的 這兩場球都沒有失球 但沙家打左閘 能否長久 或者 這兩場球都很舒服 還有一些轉向傳送 都可以做到 而且還沒有被人爆 還是 沒被競爭 可是 沙家犯規問題 依然還有 如果打閘位 反規 即是 犯了位置 就要小心一點 另外 這兩場 對方右手邊的進攻能力又不是太強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太過作準了 在這階段都要再觀望一段時間 柏魯瑪這兩場終於有機會出了 柏魯瑪一向都覺得她是一個很好吃腦的重點 每一次出我都會贊她 這場也不例外 她經常都會有提搶和賀定提搶 甚至跟沙加方面都有很多溝通 我覺得柏魯瑪也是一個領袖型的球員 我經常都說她的位置挺好的 遮掩自己速度慢的弱點 所以現階段說瑪莉好看加比爾好看 其實我會覺得瑪莉是一個正選 當然可以試試瑪莉搭加比爾 但問題是兩個都是左腳 現實上不太可行 因為賀定是否很穩定呢 這陣子也不算是 賀定不知為何 近來的表現我只是覺得是普普通通 那利盧這場球就沒什麼做 沒有話可說 那張白絲 這場球你看到有幾下 倒上來做工的步頭也不錯 那張白絲看看會不會可以繼續進步 那張白絲這些球員 我覺得 真的富別太久了 你要給回八場十場 保持著有正選的機會 才可以再去理性一點 讓她的表現 因為如果你只計算她對韋斯咸那場表現 世界級的卡庫那款 但之後可能有些比賽 好像不太好 可能對利物浦那場比賽打得很差 那所以 都要再看定一點才可以拉平均來看 那前面那三個球員 這四個球員我覺得那個chemistry也不錯 拉卡錫迪比比路維加薩卡仔 那看看可不可以保持著 路維仔和奧特加德很不一樣 路維仔就 比較上是一個入攝型的球員 而且他比賽方面 就比較快和比較爽 似乎跟薩卡仔那個 那個chemistry也不錯 可能大家都是在青年隊玩到大 都練到大 那相反如果你用奧特加特 奧特加特就瀟灑型 那可能需要的球權多一點 要上腳多一點 打陣地戰有時你會看到他會挺拖的 奧特加特如果打陣地戰的時候 那些直線呢 或者是那些湯川的Q打PASS有些料到 那但是反過來你說 如果打這些反擊 我又覺得好像史密夫露 又比起奧特加特是適合一點 所以兩個都有少少功能上不同 那拉克石迪最近就起了Q 所以很多球迷都甚至說 喂奧巴美揚你慢慢休息啦 喂你慢慢休息啦 那中場中了最後 帕迪這場球呢 對面中場呢 被他的壓迫不算太大 還有這場是中場有時 被他發展的空間都挺多 那所以這場球帕迪呢 就那個表現都尚算不重 我覺得帕迪呢 整體上好像踢歐戰的表現 好像是比踢英超的 即是英超面對別人的壓迫 壓迫搶呢 好像有點不適應 但是如果 踢回 尤其是如果你下一次 下一個四強的match up 你對回西甲的西維 圍拉利爾 看看會不會帕迪都可以繼續保持一個挺好的發揮 那那西巴尤斯這場球 嗯 都挺好的 我覺得不錯的 都叫做西巴尤斯都要爭氣啦 因為今年很明顯就沒有上屆那麼short 那甚至現在也有傳呢 阿仙奴如果要買團 也是買團奧特加特 那西巴尤斯就可能彈中彈回去給阿仙奴的 那我想西巴尤斯都知道了 自己這屆不算太好的表現 那都難得有機會正選 我預計啊 這幾場都會繼續擁有這個組合 就是帕迪塔尤斯 因為沙家要打回左閘位 那 除非對著很強的球隊 會不會放回艾蘭尼出來 比較防守性一點 但是似乎這一刻傾向 西巴尤斯那個由手轉攻 那個串連會做得好一點 還有他有時候一些口爭 瀟灑的傳送 都可以是作為由手轉攻的第一點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後講一下這場爭議 賽後有人拿出來說 賽前因為布拉加斯拉維亞 剛剛被罰完 他的防守球員古里達 被UEFA裁定他有涉嫌 跟這個 騎士卡馬拉 在這個八強的賽事 在他身邊就不知道說了什麼 最後就 停坐他賽選擇 罰了這個十場球的 要坐球監 那布拉加斯拉維亞 這兩場球都沒有選擇 去做一個 現在你看到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 單室櫃地的儀式 而是整班 手搭手的站在那裡 相反阿仙奴的球員們 在拉卡錫迪 隊長的帶領之下 進行了這個單室櫃地 不但還不是平常向下 似乎是看著對方 也算是露啤 其實這個情況不是次回合才會出現 但是 首回合也會出現 但是沒有人說 當時不應該次回合 現在的人就拿出來說 那 就牽涉到有些討論 甚至可能是阿仙奴球迷 有人說 阿仙奴又說 什麼政治中立的 也有些中立球迷說 你奶共爐你收皮 對著共產黨你又不敢出聲 這些事情你又在偽善虛偽 還有做完這些 take the knees down的事情 都是一些 形式上的事情 實際上沒有什麼幫助 甚至你看到沙夏 都已經 水晶宮的這位易鋒 都是率先表明 覺得這件事很無聊 根本改變不了什麼 所以不會再做這件事 那我就這樣看 當然很多人攻擊阿仙奴 就是一個政治原因 就是因為 之前OCE的事件 令大家覺得阿仙奴 是奶共的 所以 很多小事都很容易 會上趕上線 或者是抽水 但是 如果連自己阿仙奴球迷 都經常這樣抽稱的時候 那我又覺得很奇怪 那你不如不要支持阿仙奴吧 既然你這麼難支持阿仙奴 即是 既然如果你覺得 這些事令你很困難的時候 那你就不如棄隊咯 對不對 因為政治原因而 放棄一支 你喜歡的球隊 我覺得是 reasonable 我是justify 到的 那你又不要 又要看又要篩 又要屌 還有這件事 根本你就是為屌而屌 那有什麼問題呢 那 他是喜歡take the knees down 那因為尤其是 這場球也挺諷刺的 就是 你說沒有實際行動 那這場球 剛巧就是 薩卡比比 拉卡錫迪 這個 就是black 薩卡和 比比 是黑人 那拉卡錫迪 應該是有非洲血統的 因為很多法國人都有的 那他們用行動 反擊了你 所以其實賽後 很多的外媒 那當然風向就跟香港不同 因為大家 所接收到平日的資訊都不同 那我想很多香港人 是因為近兩年的政治氣氛 而會有很多 很觸動到大家的位 那所以這件事 我都絕對明白的 但我覺得在亂世之下 更加要有一個很理性的思考 就是不要動一些 就被人帶風向去影響到你 對某些事的觀感 那當然我自己也覺得這些形式上的事 是沒有用的 我也認同 單七貴地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收皮的 可以不用再做 那但是做了的話 是不是又要針對它來釣 我覺得不是 情況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好像打疫苗一樣 我從來不會反對 別人去打針 打疫苗的 就是你自己是一個大人 你權衡了 那個利弊之後 那你覺得打好過不打的 那當然我強烈建議 如果打就千萬 是打這個復必態 那但是 最反感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最反感的人 就是 你逼人去打針 這件事我才是最反對的 就不要在這裡整色整水 做完一些 什麼clean song 什麼什麼的東西 就要逼人去打針 所以呢 從來 我對於人家打針是不反對 我只是反對 有些人去逼人 或者去做一些行動 去逼人 好像不打針就是 實惡不赦 說到尾 這些都是 個人行為上的選擇 另外 可能有些人就說到 喂 阿仙奴又說什麼什麼政治中立 那這些就對於 他們來說 大家都知道歐洲 左膠就很當道 所以就 對於他們來說 這些就是 所謂種族的事件 就未必一定是很政治的層面 那當然如果你要 數到政治層面 那不如我又帶你了解一下 就是 既然你要 不如看看 對面的斯拉維亞 又是什麼料子 其實 如果大家有留意 斯拉維亞的 深口贊助 這個中國的公司 就是一個中信的集團 是一間 Energy 好像是石油 天然氣的公司 那麼 在2015年開始 中國的這間 叫做 中國華信 就 入主了 布拉格斯拉維亞 當時 因為 中國 偉大的 習大大 提倡 一帶一路 跟東歐不少國家 都有一些合作 有些中國的國企都先後 投資 東歐的一些企業 這個 中國華信 也是入主了 布拉格斯拉維亞 所以近幾年 你見到捷克 足球的武器 叫做捷克 在國家隊上表現好了 來到 球會層 布拉格斯拉維亞 這兩年又看到歐聯 歐巴又入到八強 這樣的位置 都跟 中國的資金 是有極大的 關係 甚至 布拉格斯拉維亞 當然 一帶一路 做的事情 當然不是益利 到頭眉 他們想的事情 就是用回你的經驗 去帶動中國足球的發展 所以斯拉維亞 就跟北京國安 都直接有 這個 好像是 那些兄弟球會 聯義球會 其實 2018年 2019年 中國華信 都不是全資擁有 現在是 Cinnoble 和CITIC 另外兩間 中國公司 也有份 入股 這間 球會 所以北京國安 也是這兩間 球會 的 北京國安 也是這兩間公司 旗下的擁有者 所以 為什麼他們會 結成這個聯盟 還有 上年 疫情初期 上年 武肺疫情初期 都看到 中信集團 牽領下 當時 捷克 或者歐洲還沒有疫情 都馬上 弄了一個 Banner 奶喊阿爺 Stay Strong 武漢 加油 所以 如果各位香港的阿仙奴球迷 如果你要用這件事 來抽稱 阿仙奴的政治方面 我想問 對比起阿仙奴 更加所謂的 奶共 又是否這支 寶拉格斯拉維亞呢 當然 你們接收的資訊 普遍 普羅大眾 這些東西 是 不夠吸精 因為 不夠阿仙奴出名 所以 可能沒有人說 也沒有人想知道 但是 我呢 就只是 說回 寶拉格斯拉維亞的背景 所以 當你 如果 你看到這場球的時候 你就在反 阿仙奴 因為你很討厭阿仙奴 覺得阿仙奴 迫害OCE 對不對 而我要決定 反 阿仙奴 支持 布拉格斯拉維亞 這個時候 我就很殘忍地告訴你 布拉格斯拉維亞 是一支怎樣的球隊 那麼 今集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麼 下集 時間再跟大家見面 最後 記得 Like 球運至Page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另外 就入面Regroup 以及最重要就是 收睇回 接下來 即將推出的 叫做 叫做 我也沒想到 一個Exactly的節目 叫做什麼 不如叫做 今天買什麼好 今天買什麼好 就是 足智彩的推介 大家可以留意 那 下集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